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30到1935 這段時間其實是台灣最漂亮的一個年代 雖然他還是在一種極權統治的一個時代 還是在那種殖民地時代 對於日本來講 為什麼他要台灣不要別的地方 台灣太好了 台灣什麼都好 物產也多 林業 礦業什麼都非常的豐富 他當然要這塊的資源 他要這塊的資源 是不是要培育這方面的人才 讓他過來台灣 甚至在鼓勵他 他在日本的一些優秀人來這邊經營 移民來這邊做經營 所以在一九二幾年以後 那個回來貢獻工業的特別多 還有農業發展的也特別快 那這個時候呢 加南大軍也被開通了 在年代初期 我們說加南大軍的通水 他當然為至少整個 加南平原的農業經濟而言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有一個顯著提升的 這樣子一個功能吧 在這個時候 台灣也是一個比較相對穩定的階段 那社會上其實建立在這樣子一個經濟基礎上 所開展的文化也是很多元的 很多讀了一點書的人 那其實他追逐了一個更多元的 像運動 像流行音樂 那像是一種新的社交方式的追求 那都讓整個一九三年代看起來特別的不一樣 就是我說 在你的民生物資沒有什麼缺乏的狀態之下 藝文跟體育就會得到發展 那這個時候 人民的精神上需要出口抒發 體力需要抒發 所以就開始體育也慢慢發展 然後卡納這個球隊 就在這種環境下誕生出來了 大家一起走 好 一 二 三 五 七 六 像加農這樣農業學校的學生 在一天的課程當中有很多的實習課 你可能要去種田 要去養豬 要去施肥等等的 想必然一定是每天身體都弄得很髒 那個時候就常常發生過 加中的學生一直笑他們是農夫 然後或者是打賽 因為那個肥 所以當然他們一方面不符記 但對他們而言 其實這個事情 是啊 這個就是我農業學校的學生 應該有的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 當然另外一個投射 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棒球就是一個 接近土地的運動 就是每天在那邊撲壘 滑壘一大堆的 弄得全身都是 那個的形象 其實到最後跟一個 努力工作的農夫 那個形象是一樣的 所以對於加農的學生而言 那種形象都是 他們建構自我認懂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打球這個運動 不是只有打球而已 他還是有站在土地上的那種 那種感受 人踩在地上打球 這個地是什麼地 你每一球投出去 你每一球打擊出去 是為什麼而打 為了這些最基礎 這些支持你的 這些老百姓 為了這個 你所努力奉獻的這個產業 為台灣的榮譽而打 為台灣的農民而打 你們要去參與 台灣的農民而打 努力奉獻 我們可是來自台灣的加農 1931年的加農 得到甲子園的第二名 你會說由加農所開啟的 那個台灣的運動的新的局面 他其實也造就了一個更為廣泛的棒球的基礎 更多人的參與 他們在過了大概十年之後 那基本上加農的那些學生就是台灣 戰後出席中華隊的主力 加農1940年代的重要的主力叫洪泰山也是一樣 他說他國小的時候就是追著那些回來的人 然後一直跑 然後每天只想著 我有一天也要成為這樣的人 就是你會看到原來那個時候嘉義有這麼多的人 追著他們的車子跑的人 或者在外野當中 然後一大堆人 他頭就一顆鑽出來在那邊看場中的球員 就因為這樣子一個夢之後打動了他們 他覺得他這一輩子就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值得我們重新再去反省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在找未來 棒球的未來 台灣運動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 能不能不要站在現在找未來而已 能不能不要老是再從未來要找未來 能不能從過去找未來 棒球他給了過去一百年當中 長期處在一種匱乏跟貧窮狀態的台灣人 很大的自信跟認同 那個反差太強烈了 1967年代台灣遭受到很大的外交危機 然後就每年都有小朋友告訴你 他拿世界冠軍回來 這是一個太強而有力的支持 那以至於我們 我們永遠相信他能夠帶給台灣社會 什麼樣的一點正面的力量 所以你會對棒球失望 但是你絕對不會對那絕望 作為台灣人是永遠相信棒球的